好那我现在已经开始录屏了 那么还是欢迎各位又来到了我每周二的这个IC的网络讲座 那上周呢我们给大家讲了长线交易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比如说怎么样去运用各种各样的基本面分析法 结合技术面分析法 还要去结合怎么样去看新闻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我们这个交易策略的三部曲的第二步 这是我们中线的交易 那中线交易其实各位应该不是说太陌生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做的这些每周的每周三的这些市场的分析 其实大部分都是比较类似于所谓的中线交易的中短线交易之间吧 那当然我们下星期还会给大家讲所谓的超短线交易 那最终呢可能大家会看我们其实跟上周的内容会有一些些不一样 但是呢我会先给大家重温一下 回顾一下我们上星期讲的一些重点 好那我们先讲一下免责声明 所以每一次网络讲座所讲的任何信息都不应该被视为投资建议 所以我们仅和大家做出这个教学的用途 还有交流的这种目的 所以各位在正式的做出交易之前还是要做自己的功课 还有调查 那么这是我们IC网络讲座的视频的回放 那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个网站呢就是我们IC改过了域名以后 一个新的新的网站 给大家先发一下 比如说这是我们 这是它的主页 那其实在这个网站上面 我们也能看得见上周的 比如上周二 上周三 我们的讲座都会在这个新的页面上面发布 那回到我们课件这边 当然也欢迎各位去关注我们的IC微信公众号 所以温馨提示啊 请各位避卖 基本上我们每一次都是自动的帮大家避卖了 好那今天我们这个讲座的概要呢 其实就是首先先和大家稍微的回顾一下 我们上周有讲到的不同的交易周期所对应的分析法 然后第二呢就是大概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 再怎么留意一些经济数据发布前 或者说发布时 是应该买入还是要卖出 做多还是做空 要去怎样去衡量 第三呢就是给大家大概讲一下 我们基本面的要注意的事项 那上周有给大家讲到 所谓的怎么样去关注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 那这周呢我们也还是照样去看一下 一些市场的指标 但是不仅仅只是比如说GDP啊这些 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比如说标准普尔指数 它怎么样去反映了市场的风险情绪 还有另外三个指数 等下大家会看得到 那第四呢就是会结合我们的技术面的分析 去观察一下价格的这个动力的变化 那当然最后呢我们给大家去大概讲一下 风险管控方面要怎样去平衡 那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佳琪 那每周二 现在是每周二还有每周三 都会给大家讲这个IC的中文讲座 那我们是新加坡Evers Version Group 这家其实是一家外汇的技术分析公司 我们是和IC有一个合作的关系 那基本上我们都是由 这个IC的网络讲座 都是由我们来给他们讲的 所以各位在交易的时候 有一些什么意见 或者说想要跟我们反馈的话 也可以直接在这边讲 那我们会帮 跟大家就是直接和IC那边对接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上周有讲过 大家回顾一下 不同的交易周期相对应的分析法 那如果各位还记得我们上周 这个长线的交易 其实就是时间段是由一周 一直能够看到我们四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那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中线交易 那各位要不要大概猜一下 我们中线交易是大概看哪一个范围的这个图表呢 我们有所谓的小贴士 就是基本上我们 大家能看得到 我们会看大概有四个时间段 四到五个时间段 但是现在我们看的是中线交易 所以肯定要比长线交易要稍微小一些 各位有没有想要猜一下 长线交易以后到中线交易 是看的哪一个范围 好朋友说一小时 一小时肯定是我们看的其中一个 好四小时一天 有没有别的朋友要猜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那给大家我们的开股 一般我们看中线交易的话 其实更多的关注点会放在四小时还有一天 那当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理会 对有朋友说一天一小时四小时 当然一天也不是说不看 我们肯定是每一次做分析的时候 都会从这个大的范围这样子看下去 从一个月这样子慢慢的往细看 但是更多时候我们着重点会放在四小时以内 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大家看我们 给大家做分析的时候 都会以四小时还有一小时为准 那有时候三十分钟四十五分钟这些 其实可能只是大概略过 大概的看一眼 当然还有我们的短线交易 短线交易呢就会看更小一些了 有很多时候短线交易我们说的是 在一天内就能够 可能就已经能够 这个获益的 那就是短线交易 看的时间段呢 可能会从一小时一直看到五分钟 那基本上就是所谓的 真的是整条盯着图表的这样的交易 所以一般我们给大家做的分析 还有市场分析 都是看的中性交易比较多 好那这个呢 是我们上周有给大家看过的一个 一个概览表 那这个表格呢 它其实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我们三个交易周期 最常使用的三个交易周期 还有它们相对应的技术分析法 或者说怎么样去留意新闻 还有基本面分析法 那上周呢 有给大家讲这个长线交易 这个是上周的 我们有讲到 最为适用的 还是可能基本面 基本面方面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我们的GDP啊 进出口啊 有时候也看利率的这个改变 那一般适用 就比较适用的呢 就有技术分析法 一般我们也会结合这个 哦我们的录屏 你现在已经在录屏了 有个朋友说什么录屏 我们每一次的这个网络讲座 都会进行录屏 然后刚才重新给大家发一下 这个网站 所有的往昔的课程 都会在这个网站上面发布 所以这位朋友 您可以今天以后 可能过一两天 再去关注一下这个网站 应该就会上传了 那回到我们这个讲座这边 我们上周呢 有讲到长线 一般来说长线的交易呢 我们看重大的新闻事项 或者说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 一般来说从长线来看 价格受影响是并没有这么大的 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中线呢 最为适用的当然就是 技术分析法 技术面的分析法 因为越为短线的这个交易周期 价格的受到新闻的波动 其实就会越大 所以技术分析法 它的用处就更高 因为如果说 比如说某个国家 比如说美国突然有个什么 就劳工纠纷 或者说有什么重大的世卫事件 那一般来说 它肯定可能会对美元 会有这个 没有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可能会出现 美元下跌的这样的情况 但是一般来说 比如说劳工纠纷啊 或者说示威事件 它可能只是 可能只是持续那么一两天 那在市场的价格方面 它可能已经在价格方面 已经反映出了 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结果 所以这时候如果我们 利用基本面的 这样的分析法的话 其实用处就不是特别大 因为基本面的影响 有时候并没有这么深远 但是如果用基本面的分析法的话 我们能够看得出来 价格的这个波动的变化 其他已经反映了市场的 好与坏的信心 所以一般我们看中线 还有尤其是超短线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着重于 技术面的分析法 好那下面我们来大概的说一下 如果我们要关注 我们重要的经济数据 那在它发布之前 我们是应该买入卖出 做多做空 还是说继续持有 那当然这个也跟我们的交易周期 有一定的关联性 在那之前呢 给大家大概的讲一下 我们新闻要在哪里找 可能很多朋友自己本身也 也肯定也是要关注新闻的 比如说一些财经新闻呀 财经网站什么的 那当然我们这边有一个例子 就说这是某一个网站的 这个财经日历 那它呢 比如说我们明天 4月27号 有哪些需要关注的新闻 还有他们相对应的这些 外汇的外汇货币 那比如说我们如果看澳币的话 当然他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这是一个 而且它这边还给我们分类了一下 从新闻的重要性来看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被归类为高 还有当然还有中 其实还有低 但是我把它就所谓的过滤出去了 现在大家看到只是 比较重要 还有非常重要的新闻 那还有比如说我们看德国 有所谓的也是消费者的信心指数 当然美国这些其实 这三个指数 对于美元的影响呢 并没有这么高 所以就会被归类为中等重要性 所以一般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呢 通过这样的一些网站 还有一些 其他途径的辅助 我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去 找出哪一些 是和我们交易的货币相关的新闻 所以大家就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这边 那当然 比如说我们看 更要关注的是这个市场预测 还有实际的这个数值 应该会在这边发布 因为现在还没有发布 所以当然如果说 实际的数值是比市场的预测 要低的话 那肯定 我们就可能就会看到澳元 这边会有一个下跌的情况 但是如果它刚刚好和市场是 所谓的持平的话 市场预测的数值是持平的话 那一般来说 这个货币的汇价 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但是如果它是比市场预测的 数值要高的话 那当然就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所以某一个货币就会走强 那这又是另外一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呢 给大家总结的呢 就是我们经常交易的一些 主流的货币外汇 它所相对应的 基本面的这些大宗货品 那我们比如说看加拿大 还有新西兰 就新西兰还有澳洲 这三个国家 其实它们都是 以原油还有大宗货品 为主要出口货物的 这样的一些商品货币 所以这些国家 它们的货币的汇价 其实和这些商品 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 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性 比如说如果我们看油价 原油WTI的原油 有个上升 或者说金价有个上涨的话 基本上我们也会看到 加币啊澳币这些都会有个走强的现象 那这边呢就是我们 他们相对应的比较主流的货币队 比如说美元对加元 还有这边是澳元对美元 那当然我们还有我们的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呢其实 它和金属呀 还有一些零产品 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关联性 那这个南非要俄罗斯呢 就比较小众了 一般我们很少朋友会交易这些货币 好那这个呢 下面呢我们来大概讲一下 在重要的经济数据发布之前 或者说有一些 所谓的 大家已知的一些新闻事件 要发生之前 比如说我们可能 大概知道现在美国要 假如说我们现在 知道美国要大选了 那怎样怎样怎样 肯定会对美元有一定的影响 那我们是应该做多还是做空 还是说持有 应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策略 其实这个跟我们刚才有提到的 这个交易的周期 有非常大的关联性 如果是长线的话 一般来说我们就会持有 因为刚才的那个概览的图表 有给大家讲到 如果是长线来看 一般来说 基本面的因素 一些重大的新闻事项 其实对它的影响 不会说过高 那一般这样的做法 如果我们长线 我们已经持有的 这个某个货币队 我们是已经做多的话 那一般来说 短期的一些信息啊 还有数据 其实不会对市场的波动 造成太大的影响 所以一般这时候 我们就不用做出 太大的这个 所谓的一些做多还有做空 通常我们是持有 那如果是中线的话 我们就要看 交易者本身 是否对 这个经济数据预测 有没有自己的一个看法 当然也要关注一下 市场分析师 经济分析师 对于市场的 某一个数据的一个预测 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 财经日理 它有一个市场预测的数值 所以如果我们 本身有一个 某一个特定的看法 比如说我感觉 这个月 这个季度的GDP 可能不会达到 市场预期的这个数值 那我觉得可能 美国的经济 有一个下滑的情况 那我可能会做空 那这时候您就可以 做出做空的这个看法 但是如果 您本人不具备 非常确切的内幕消息 而且一般来说 我们这种个体的交易者 都不会具有太多的 这种内幕消息的话 一般我们也是会持有 因为突发事件 其实在中线 还有中短线的 交易周期来看的话 它会造成市场价格 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所以这就是要 视乎您本人 对于某一个经济数据 有没有特定的一种 一种看法 那才可以进行提前的布局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还是继续持有 那当然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因素 除了我们看 交易的周期的话 另外要看的因素呢 就是其实是和 交易心理相关的 那这是要看 我们个人对于 风险承受能力 有多高了 因为来讲 如果是风险承受能力 比较低的话 我们一般都是 采取的一边 在一旁观望 这样的一种 一种做法 那等市场 这个噪音消散以后 也就是说等事件 新闻事件平息了以后 我们才用技术面分析 在从我们更高的 一个时间框架上面 开始这样子 往细分析 跟我们平时 给大家示范的 非常相似 就是说 那原因呢 是因为 一般来说 我们这些事件 发生以后 市场会非常迅速的出现 一定的相应的 这种反应 但是这种反应呢 它的这个持续性 其实非常低 一般大家看 市场的波动 其实反应 是非常非常迅速的 所以说 如果大家在这时候 急于一时 去进行交易的话 那可能过个一两个小时 这个新闻事件的影响 就已经结束了 它已经完全的被市场价格 反映在内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单凭 技术面分析去做空或做多的话 其实要承受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等尘埃落定了以后 我们才用技术面进行分析的话 那这时候市场价格已经将所有相应的利好 或者说这些负面的消息反映在内 那这时候我们运用技术面的分析会更为重要 所以总体来讲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注重技术面分析 就是因为一般来讲 分析一个图表的走势 分析价格对于某一个事件 已经就是反映出来的一个结果 会比单凭留意新闻更为重要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中线交易来说的话 还是基础面回来的更加重要 那这刚才呢 有给大家讲到 我们这个新闻方面的一些 它的影响 还有我们怎么样去衡量 自己要在新闻发生的时候 是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做法 那现在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四个黄金所的 我们称之为黄金指数 其实这四个宏观的指标 还有它们之间和货币汇率的一个关联性 所以不同的货币汇率 当然就会和这些指数 会有不同的关联性 那首先第一个呢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 就是我们的标准普尔指数 有些朋友在我们进行技术面分析的时候 也会特地的要求我们去分析一下它的走势 那标准普尔指数呢 当然大家知道 它其实就是反映了美国股市的 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走向 那当然它也是全球股市的一个轻语表 所以说 一般来说因为美国它作为资本市场 最大的资本市场的话 它美国股市的一个走势 肯定会影响全球股市 一般来说如果美股升 那伦敦的这个 还有一些欧美方面的 欧洲的这些交易所 它们的指数也会有一个上涨的情况 那从股市股票本身 作为一个风险资产来讲 如果我们看见标准普尔指数 有一个上升的情况 这就是说明其实市场 对于风险的承担能力 有了一个上升的现象 因为股票本身作为一个 较高风险的这样的资产的话 如果它有个上升情况 也就是说更多的交易者 他们更愿意把资金投入到 高风险高回报的这样的资产当中 也就是说 整体的市场的影险情绪 是有个高涨的 那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这就是市场前景 比较乐观的现象 那同时我们能够看见的是 美元指数一般在这个时候 就会有个下降的情况 因为美元是一个避险资产 当然润式法郎 也是一个避险资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能会看见 美元会下跌 润式法郎也可能会下跌 有个朋友说怎样去返回页面 哦这个等一下 这个哦这个我可能要 要大家问一下我们IC的课 专业人员啊 这返回页面是有没有 是不是点击一下那个logo就可以了 有没有朋友大概的 能够回答一下这朋友的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我可能要专门的跟IC的这个 员工反映一下 你试一下点击一下 那个ICMarket的 那个logo 是不是能够返回官网 这一直以来都有这个情况吗 是一直以来都不能返回吗 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会跟那个IC的 我们的同事讲一下 哦一直都有这个问题 那我可能 我们这个课后 会跟他们反映一下 好那么还是回到我们 这个讲座这边 好的 就回到我们讲课这边 那刚刚有讲到我们这个 避险货币的需求下降以后 就会看到美元可能会有个下跌 瑞士法兰会的下跌 所以一般情况之下 我们作为交易者 在就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 看的其实就是有四个黄金指数要看 这是其中一个 就先看一下我们标准普尔指数 有了就有个上涨还是下跌 那美股收市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还在熟税当中 所以一般我们第一件事情就会看一下 昨天晚上这个标准普尔指数是有个上涨还是有个下跌的情况 然后我们就能大概的判断一下市场总体对于风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承担的能力 下一个呢 第二个指数 就是我们看的美债 美国十年国债的收益率 那刚才这个是股票市场 那股票市场是一个高风险投资 那这边呢 就是一个无风险资产 刚好是相反的 所以一般来看 我们也有和大家有讲到 比如说美联储要加息了 比如说我们可能就会看到 比如说 从去年开始 我们就已经看到美联储已经有一个要加息的这样的政策 那一般来说 跟现在的这情况还是比较相似 我们基本上预测 对于全球经济未来的预测 就是我们可能看到通胀率会越来越高 所以为了去 就是说减少这个消费 还有去 就是减轻这个通胀的负面影响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会看到美联储会持续加息 那如果我们看见美债收益率上升的话 其实这就是代表债券的价格下降 那为什么呢 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 我们怎么样去计算一下 债券价格的一条公式 我们看粪母这边 这个是RT RT这个指的就是我们利息 它代表就是利息 如果我们看见粪母这边上升的话 那当然价格就会下降 所以它们是成一个反向的关联的话 如果我们看见收债率上升 那债券价格就会下降 那债券价格下降呢 其实是因为投资者 对于国债的需求有一个疲软的现象 也就是说其实投资者对于国债的需求没有这么高 他们就会将更多的资金转向我们的这个高风险投资 比如说这个股票市场 还有一些商品货币 那当然另外一个影响呢 就是如果美债收益上升的话 它同时可能也会吸引更多的一些国外投资者 将资金投进美国去购买这个美债 因为现在美债收益就更高了嘛 所以同时我们就可能会看见 市场对于美元需求有个增加 那这时候又会造成美元的汇率有个上行的现象 所以这是我们怎么样去从基本面大概去思考一下 我们看的这个新闻 看的这些数据 它们的变动会对于我们交易的主流货币 有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这个就要结合我们的标准普通指数 结合我们的美债收益率 看一下高风险货币 还有无风险货币 高风险的这个资产和无风险资产 它们之间的一些内在的逻辑 那这个呢是大概给大家 可能有些朋友 经常听到我们说 为什么要关注这个美债的收益率 还有为什么要关注美联储的 他们的未来的政策 其实是因为 当然说美联储它的加息 一定会对美债收益率会有一个 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呢我们要看这个利率 它是我们看的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国债 那一般来说 美联储做出的任何政策 还有他们的这个他们的一些举措 其实只能影响短期国债 比如说比如说三个月呀半年之类的 六个月这样子 一般来说短期的国债利率 其实是由美联储决定的 而且总体来讲 这个是我们正常情况之下 这是如果一个经济体 它是处于一个健康的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的一个图表 所以短期的比如说在这样子分 这边是周期这边期限 这边更短这边更长 所以我们看左边的话 更短周期的这些国债 他们的收益率应该会更低才对 因为从逻辑方面来看 如果这个国债的它的期限更长 其实投资者他要承受的风险就更高 不确定是会更高 所以就会希望能有个更高的这样的利率 所以这是正常的经济体 大家会看到的一个情况 越是短期的国债 它的利率就越低 越是长期的国债 它的利率就越高 那短期的利率呢 是由美联储的这个政策决定的 但是长期的利率呢 反而就是由市场决定 所以其实它并不能够 并不受美联储的这些政策的一个影响 那这边有给大家刚才讲到 比如说一个例子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就是在2016年这个 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期间 其实特朗普当时他承诺会 是一个所谓的1万亿的美元的 财政刺激计划 但是因为当时 美国政府的债务 其实已经临近历史高位了 包括从去年我们一直看到 不断的有新的这些 新闻还有消息 就是说美国的债务 因为已经临近了 它的一个 一个法律所原本所规定的一个高位 而且目前他们之前 美国的国会好像也在不断的 想要去推翻之前的那个高位 然后再 就是说推出一个更高的一个高位 来让它的债务能够持续的增加 当时投资者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以后 其实第一反应就是 这肯定是对于美国经济会有个负面影响的 因为如果债务已经临近高位的话 那这就是可能美国经济会出现个崩塌的情况 所以当时投资者就开始抛售长期的国债 那这时候市场就会有更多的 这个供应对吧 就长期国债有个更大的供应 所以长期国债的价格就降低了 那这时候又会推升国债的收益率 因为我刚才有提到 如果国债的价格下降的话 收益率就会更高 因为只有在收益率更高的时候 才会重新的吸引我们的投资者 再继续购买它 所以这是一个好像一个循环吧 就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比如说我们从图表这边看 就能看到这是2016年的时候 突然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上涨的情况 所以这是一个国债收益率 它怎样会受到 我们美联储的一些举策 那到这边来说 我们可能讲了比较多的是 这个理论方面 还有经济 比如说一些公事方面的东西 请问各位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如果刚才我讲的太快 或者说 尤其是这个 短期还有长期国债的 这个逻辑关系 可能会有些混乱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那我们在这边呢 继续再看一下我们之后的 所以这边 就是刚才有给大家提到 就是说如果美联储加息的话 那其实短期的债券 它的发行利率就会上升 那长期的国债利率呢 也会随着上升 因为我们看了这个 这图表正常 正向来说 这个图表 它是两者会逐渐的 达到一个平衡的 这样的情况 那随着新发行的 这个利率上升 那当然大家就会看见 投资者不断的将资金 投进短期的 新发行的债券当中 而去抛售 之前他们持有的 这些债券 当然我们看到 之前的老债券的 价格就会下降 所以这时候 价格下降我们就看到 收益率的这个升高 所以这是两者之机 好像一个 好像一个翘翘板一样 一个上一个升 一个上一个升 所以这时候呢 逐渐的我们会看到 我们的这个新债 还有老债的 倒期的收益率 慢慢的会出现 一个趋同的现象 但是总理来说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就是大家需要 牢记的一点 其实就是 美联储加息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 短期的这个 发行利率上升 所以大家可能 就会看到 我们的更多的资产 就会投向美债 所以美元这时候呢 也可能会有个 上涨的情况 对 倒挂这个意思呢 说的应该是这边 收益率倒挂应该是这边 收益率倒挂的意思呢 就说 一般情况下 我们如果出现 这样的情况 收益率倒挂呢 就是一个经济前景 非常非常不景气的情况 因为如果我们刚才 大家有提到的话 其实 一般来说 如果投资者 他对于经济 发展的前景 是持有一个非常负面的 这样的情绪的话 那可能觉得 未来经济一定会出现 衰退 那投资者 从投资者的角度 他们当然不愿意 把钱一直持有在 长期的这个 国债上面了 因为我们所说的 可能是十年 三十年 才会 才会达到 期限的这些国债 那 投资者 如果是 觉得经济 未来是 经济前景 是非常负面的话 他们肯定就不会 就不会 就说 把钱放在这样的一个 就未来 就未来的这样 非常不确定性的 这些国债上面 那这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 就会出现一个 抛售的情况 然后这时候呢 他们可能就 更愿意的把钱 放在短期的 这个 这些国债上面 那这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 价格 就短期内的这些 债券的价格 就会有个上升 因为需求更高了嘛 那如果是 价格上升的话 其实利率 应该是会 下降才对 但是利率下降 以后呢 这时候美联储 一般就会 就害怕了 他们就开始急了 那这时候 美联储呢 就会开始 出现这个 干预的政策 他们又会 重新的调高 这个短期的收益率 然后 短期收益率 上升的话 它会逐渐的 带动 老债的 这样的一个上升 希望能够将 投资者的 这个资金 带动到 老债方面 所以这时候 因为短期内的收益率 它的上升的 这个 速度 是会更高的 所以一下子 我们就看到 收益率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反转的现象 所以 其实它是 它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结合了 一个是市场 投资者本身 对于 经济的一个 看法 还有就是 我们美联储 对于市场的 一个干预的政策 所以一般情况下 如果我们看美联储 它会 这样子 就是 干预的话 我们就会 基本上能够预测 现在是 经济可能处于一个 比较不景气的 这样的现象 我们大概在 2020年的时候 有看到这样的 这样 就债券利率 反转的一个现象 当时也是因为 这个疫情的影响 所以说 全球的 经济有一个 比较不景气的 总体的 这样的走势 好 那这个是我们 为什么说 我们要看 利率方面的 倒挂 或者反转的现象 那下一个指数呢 我们刚才 我给它 讲完了 这个 我们的 国债的利率 下面一个呢 当然就是美元指数 这个也是大概 大家应该是 比较熟悉的 一个指数 大家有时候 也会让我们 去分析它 这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我们一直 有给大家 有说到的 就是美元本身 是一个储备货币 也就是一个 低风险的货币 所以如果我们看 美元指数上升的话 其实就是市场的 这个影显情绪 下降了 就是投资者 不那么愿意 去承担风险 一般情况之下 如果美元上升 美元指数上升 这个市场 我们看到的 标准普尔指数 股票市场指数 就会下降 因为两者 一个是 股票是高风险资产 但是美元呢 就是一个 避险资产 所以说 我们会看到 两者会出现一个 一般情况下 他们都是一个 相反的 这样的走势 当然我们又讲到 美国为什么会 成为一个 储备货币国 其实也是因为 它是 首先它是 全球最大的 一个资本国 那另外就是 它也是 最大的一个 军事强国 所以说 如果政治发生 有什么重大的 事项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美元会 发挥它的 这个避风港的作用 美元也会有个 走强的现象 那最后的一个指数呢 就是我们这个 VIX的波动率指数 它这个可能 有些朋友 不是说太熟悉 它指的其实是 它所反映的 其实是 芝加哥齐全交易所 它市场波动率指数的 一个交易代码 那简单来说 如果大家觉得 这样讲不太明白的话 其实就是恐慌指标 它越是 越是上升的话 就是说 市场的这个 恐慌 恐慌度 恐慌情绪 就更高 所以它其实是 我们能够了解 市场对于 未来30天的 这个波动性的 一种 衡量方法 所以 它和标准波指数呢 一般是 呈现反比的 关系的 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看见 波动率指数 这个VIX指数 上升的话 其实就是 市场的影显情绪 会更低 因为 大家恐慌 更高了 就这指数和恐慌度 是成正比的 那如果市场的 影显情绪 是下降的话 那 当然他们就更加 投资者会 更加不愿意 将资金投到 我们的股票市场当中 所以它和标普呢 其实是成反比的 反比的一个关系 最后呢 这个是给大家去 看一下我们四个指数 大家观察一下 他们的之间的 这种 走势之间的 关联性 我们看 很明显的 这个 标普 和美债呢 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 反比的情况 如果说标普 是上升的话 一般我们看 美债的利率 就会下降 但是如果说 我们看波动指数的话 其实这边看出 看得好像不是太明显 但是它和标普呢 比如说这边 这边上升的时候 你看这边其实一直持平 当然这个反比的 它的关联性 可能不是这么高 然后当然我们也看 有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呢 它有时候不完全是受 这个市场的风险情绪影响 所以说 这两者标普 还有美元指数 如果说这么看的话 它好像没有一个 非常大的关联性 但是一般情况之下 我们 如果看标普 有一个上升的话 那美元一般会有一个 就会有个下降的走势 最为明显的 内在关联性 其实还是 美债利率 还有标普之间 好 那下面一个话题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下 什么是风险货币 还有避险货币 那有些朋友可能也知道 我们一般有给大家讲过的 所谓的这个风险资产 还有避险资产 一般来说 我们在交易风险的 避险资产 就风险规避资产的时候 我们一般可能就会将资金投到 比如说 美债啊 黄金等等 一般这些都是 这边 对啊 这个大宗货币 大宗货币 一般我们看的是什么 大宗货币 如果是黄金的话 就不是 就不是 这个 避险了 那如果是我们看外汇的 这个交易的话 一般我们所看到的 避险资产 其实就是瑞士法郎 日元还有美元 那这个呢 是我们上周 有给大家大概讲到的 家园 和石油之间的一个关联性 刚才之前有的表格 也可能大家也看得到 说为什么 我们看原油价格 它其实 它的走势和美元对 这个 这个家园 它其实两者之间的 关联性还是比较高的 一般我们看 油价上升的话 这边也是有个 这样上升的一个情况 这是因为加拿大 它作为全球的第七大 原油出口国 其实它也是美国的一个 重要的商品进口的 来源之一 所以呢 我们如果看见 家园 首先看油价 如果是油价 有个上涨的话 那一般也会看到 家园会有一个 走强的现象 那这个内在的逻辑呢 内在原因呢 还是和外汇市场的 一个供需的 供求的这个关系 有一个更大的关联性 一般来说 因为原油 我们看它都是 以美元定下的 但是呢 比如说 现在突然 我们对原油 有一个需求的下降 但是它一般 下降的幅度 其实会小于 油价的上涨的幅度 因为原油 它还是一个 必需品 还是一个必需品 所以即使 我们的这个需求下降 但是价格 它不会 有一个相应的 一个幅度的下降 所以 其实 这个油价的 它的幅度 其实会可能会 更大一些 那美元呢 相对加园的 这个供应呢 反而就会有 上涨的程度 因为我们对于 原油的 这个需求 还是还在 所以 这时候 美元对加园 因为两者是一个 这样子 相对应的 这样的关系 我们可能就会看见 对于加币的需求 也会有个上涨 同时呢 美元对加园的 汇率也会有个下降 所以原油的 这个 价格 我们 随之可能会看到 美元也会有 美元对加园本身 也会看到 有一个汇率的下降 那这是我们 基本面的 怎么看 就是说油价 还有家园之间的 一个内在的逻辑 那到这边呢 给大家再重温一下 刚才给大家讲了 很多这个 基本面方面的东西 因为我们在 中线交易的时候 其实基本面的因素 会 对于 市场价格 会有一个 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 各位还是要 关注一下 基本面的这些 重大的事项 但是最后 我们对大家 给大家建议 其实还是要看 您本身 对于某一些 经济数据 有没有个人的看法 如果是没有一个 特定的看法的话 我们还是 建议各位 在等 一个新闻 或是某个数据 就发布以后 等过一段时间 等市场价格 已经反映的 这些 新闻的结果以后 才运用 技术面分析 去进行 进行交易 所以这个呢 我们又给大家去 重温一下 我们的技术面 当然这些 比较常用的 这几个 分析面的 这个基本面分析法的 一些 关键的策略 我们用的最长的 还是 前面的这几个 前面这四五个左右 首先我们会 给大家看 比如说 水平位啊 还有趋势线啊 然后就找 我们这些 重要的一些压力位 或者说 反转的一些价位 然后再结合 我们其他的 价格轨道 趋势线 还有黄金分析线 技术指标 或者说一些 其他图表的形式 来真正的 去确立自己的 止盈点 还有止损点 那这时候呢 这也是我们 接下来给大家 可能大概做一个 一个示范 也就是说 怎样去确认 我们的止盈点 还有止损点 其实跟我们平时 给大家做的分析 并没有太大的不一样 我们最 就是说 一般我们给大家 做出的分析 都会将我们的 这个盈亏比 保持在二 以上 这是一个 比较保险的做法 那我们当然还是 以我们的黄金 作为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 如果我们看 刚才给大家讲到 这个时间周期 我们如果是看 中期交易的话 其实更多的 这个注重点 还是放在 我们四小时 到可能 三十分钟以内 但是我们当然 还是会参照一下 我们整个市场 大势 当然我们一般 来到黄金这边 这是一个 非常明显的 一个高位 这是我们 之前也被 也被再次触碰到 所以我们先 把它标记出来 但是这一根蜡烛呢 就已经表明 其实过去的 将近一个月以内 它已经出现了 回调的现象 所以长期来看 其实黄金的 价格应会出现 一个比较明显的 下行的情况 那我们再看一下 短期 我们看一小时 这是一周 我们看一周的话呢 这个 下行的趋势 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各位看到 这真正 过去两周 都是总体 下行的一个情况 那比较临近于 目前的价位的呢 就有我们 1877.14的 这个价位 那么再来看一下 我们一天的这个图表 如果看一天的图表 我们刚才所标记出来的 这两条价位 其实也还成立 但是大家看 越短期来看的话 这些小的价格的波动 就更明显 所以在这边 大家又看到 有一根绿色的蜡烛 这又表明了 这一天以内 其实我们看到 金价又稍微的 有了一个反弹 再看我们四小时 这是我们要开始 更加着重的 这个时间段了 大家看我们刚才的 这个 这一条支撑位 其实它也一样出现在 我们 四小时的图表上面 但在这边呢 大家看我们这个 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势头 其实 维持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它一下子触碰到 我们这个低位的时候 这个低位的时候 大家就发现 它有了一个 非常明显的 这样的反弹 那因为我们现在 讲的是中线交易 所以我们大概就要 更注重短期内的 这样的 一些波动 再看一下 一小时的这个图表 它一小时图表的话呢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到有一个 类似于W型的 这样的走势 那当然因为我们 一小时 所能够看出来的 价格的波动 其实会越来越明显 有时候 这边可能会有一个 非常迅速的一个下降 虽然说 总体来看 现在出现了一个反弹 所以为了去确立一下 我们更短期的 这个走势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 30分钟 如果是看30分钟的话 我们就看到 这个上升的走势 其实也是比较明显 大家看 这个蜡烛 其实不断的 有一个上升的情况 但是如果我们观察一下 之前的这样的走势的话 它都是 先有一个 先有一个上涨 然后突然又有 又有一个回调 上涨以后又有回调 而且它回调幅度 其实基本上是 可能会维持在 百分之 78.6左右吧 我们可以用 菲莫拉西的 黄金分钟线去 大概测量一下 大概是 我们再看一下 它已经突破了 我们 60.8 所以大概是 78.6这边 那我们再测试一下 这边 这边 其实不到 78.6 那这边可能就是 比较保险的 就是61.8 68它刚好失评 所以目前这个情况呢 就是我们可能会看 看到 我们金价 应该会持续有个上涨 这边因为还在上涨 但上涨到 可能大概是 1912.375的 这个价位以后 它可能又会出现 一个新的回调 回调的幅度呢 大概就是回调到 百分之60.8的 这个 这样的一个数值 这是我们通过 先前的这个 波动的幅度 来测量出来的 那这时候 我们也可以相应的 画一下 所以百分之60 80在哪里 是大概在这边 那为了 不混淆 各位 我们先把其他 删除掉 那这是我们 这两根 这两个价位 是我们要注意一下 因为目前虽然说 我们看见这个 金价在上涨当中 但是短期内 30分钟内 甚至说15分钟内 它可能都是有 这样的一个 可能会上涨以后 触定以后 又会有稍微一个 回调的现象 谢谢地铁每周 都给我发一下 这个 一些朋友如果要 要交流 可以加一下 这个群 好 那么还是回到 刚才这个 一小时这边 我们看 中线交易的话 比较长 标注出来 价位还是4小时 还有1小时 那这时候大家看 我们其实 它的这个 短期内 我们说 它可能会有个 回调 但是长期来看的话 这边已经出现了 一个比较明显的 上调的这样的情况了 所以如果说 我们做中线交易的话 最大可能性 它应该还是会 持续有一个 上涨的情况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 看一下 4小时 为了大家的 这个 获益的空间 更高 我可能还是 用回4小时吧 我刚刚 一小时 这样看的话 其实 并没有太多的 这个获益的空间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从 我们因为 原先它这个 从 1890.155的 这个低位 已经开始出现 反弹了以后 我们现在 预测呢 就是它应该会 持续上涨 所以一样的 我们在这样 情况之下 就要去找一些 比较明显的 价位 就是在等我们 这个会 这个金价 什么时候 能够有效的 突破以后 我们才能够 真正的确立 它不会再出现 一个 又有一个 非常 剧烈的 这样的一个 回调 我们希望它能够 继续突破 所以我们要找一些 比较明显的 压力线 一般说 我们在这边 这个压力线 是比较好的 因为之前 我们不断看见 这个金价 在这 这一整个区域 都有个测试的情况 当然这边 其实是一整片区域 大概是这样的 一个区域 所以说我们 现在要等待 如果金价 能够有效的 突破的话 我们1910.73 这样的一个 区域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 金价继续会有 个走强的现象 而我们能够进行 止盈的地方呢 就是大概是 1957.345 当然如果我们要 等待金价 走完这一整个区域 我们可能需要 应该是要超过 一个星期的时间 大概是一个星期左右 如果我们衡量一下 之前 从这边 到这边 大概是 七八天的时间 但是这也要看 我们这边会不会有个 非常突然的一个上涨 如果突然有个 利好消息 突然上涨的话 可能会在 一周以内 就能够达到 这个止盈点 那么止损点呢 我们就可以 刚好的 就可以标注在这边 这是我们 刚好达到的一个 反弹的一个低位 这是我们又要 可以结合一下 我们的这个 黄金分割线 刚好我们的止盈点 会和60108 会有重合 再看一下 我们的扩展线 扩展线刚刚好 你看的 它是和60108 这边 这个地方有重合 还有我们的 进 这个 入场的位置 这边呢 大概是和 23.6 会比较持平 最后还有我们的 1894的这个止损位 也可以画一下 我们的 回撤线 打开 127.2%的话 它也是刚刚好 有个持平的现象 最后呢 也可以 结合一下 技术指标 那因为我们现在 市场的 总体的 这样的一个 前面的这个大势 它其实是下跌 但是我们现在 是要看它能不能 有效的突破 所以我们要 只能是用一些 摆动性的指标 而不是 顺势性的指标 那在这个 这个4.8的这个 数值的区位 我们能够看得见 价格一直都会有一个相应的反弹 和我们这边的 这个走势是比较相近的 好 那这是我们对于 黄金的一个中期 中期中短期的 这个走势 主要是给大家去 做一个小的示范 看一下我们 怎么样去寻找 我们的指引位 进场位 还有止损点 看一下各位有没有 其他问题 中线迟单 中线迟单的话 我们 大概是 小到 三到四天 甚至有可能 一个星期到 两个星期都有可能 有朋友说 有1892多单 目前价格是在 中线迟单 目前我们对于黄金的看法 还是一个上涨情况 然后目前价格应该是在 1910 讲一讲出厂技术 出厂技术 一般我们就 就是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 要注意哪一些 可能会被有效突破的 价位 或者说有效跌破的价位 看你做多还是做空 如果做多的话 比如说目前我们做多 我们看见价格 现在已经非常非常临近 我们的这个 1910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线了 大家看到 它会不断的有一个拉锯站 你看不断的动 不断的动 就是因为本身这个价位 是价格一定会出现一个 测试 测试不断测试的 这样的一个明显的价位 为什么我们不把出厂位 比如说标在这边 不要标在中间 不要标 不要标在这里 不要标在 比如这里 不要标在这里 就是一些青黄不接的价位 是因为这些价位 它往往没有我们的 我们所谓的这些压力线 还有支撑线 来的更 更为受到价格的这个 测试的敏感度 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看这些价格的 它可能会出现反转的势头的话 我们就是要看 它有没有和菲莫纳西黄金 分割线会有重叠的 这样的数值 还有就是它本身 是不是以前的一个压力位 或者说以前的一个支撑位 那因为我们这条线 它是之前的 先前的这样的一个 其实是两个 这边如果往后拉的话 我把这个删除掉 一直往后拉的话 这整个价位 都是不断的被测试很多次的 这么看的话 大家一直往回拉 这整个区位都不断的被测试 而且价格会在 一般到的这个地方 都会有一个比如说 首先是压力位 然后有下突破以后 它又成了一个新的支撑位 一直都没有被很明显的突破 那到这边可能又会成为 一个新的压力位 所以如果说价格能够在这边 成功的突破这个压力位的话 证明价格它的后进 其实会更高 所以我们为什么出厂的时候 会专门找一些压力位和支撑位 就是这个缘故 这应该就是我们出厂的一个 最最主要技术吧 其实其实主要还是要看 我们在什么样的价位出厂 我们看一下它的交易量 哇 突然出了那么多 把它删除掉 如果大家看交易量的话 嗯 有没有什么竖线能够大概看一下 目前我们是处于这个情况 如果我们看交易量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个突然增长 这个绿色交易量有个增长的话 在这边 如果它有个增长的话 基本上我们可能就很容易能够确认 其实我们看见 它可能就会有个继续走强的现象 或是我们继续往回看 我们看一下 15分钟或30分钟的这个图表 我们可能就会看得见 我们的这个价格会在这个地方 会有这样一些稍微的回调 但是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在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还能够看得到一些 短期内的一些回调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它即使有一点点的回调 也不代表 它之后不会继续上涨 因为它可能是 在这边稍微回调的到 61.8的时候 又继续的上涨 然后最终呢 可能会达到我们刚才有提到的 这个1957.345的价位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讲了挺多的 讲了很多的这个 基本面的四个黄金指数 如果大家还要记得的话 就是标准波尔指数 我们美国十年的国债的利率 还有美元指数 加上我们的这个VIX的波动率指数 所以这四个指数是 大家能够去衡量 整个市场的影响情绪的 四个黄金 黄金指标 好 如果大家还没有其他的 别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可能就讲到这边 金价 黄金今天已经分析了 所以明天就不用分析了 所以我们 对明天我们会讲原油 还有其他的这个主流货币 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 希望各位明天还是同一时间 晚上半点半 能够去来收看一下我们的 这个讲座 然后会给大家继续分析一下 我们的原油啊 大宗货品 还有其他的主流货币对 刚进来就结束 这朋友一定要早一点来 可以 可以 看回放 这位朋友 给大家再发一下 我们的往期的这个视频 都会在这边发布 所以我们明天再见啊 明天继续继续来 这位朋友 好了那我们明晚再见啊 各位晚安 拜拜 谢谢朋友 谢谢弟弟 有点水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